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以一个小幅震荡的格局做收 今天的成交量还是不到900亿 那么800多亿的空间里面 今天是上涨的第14天 那么在时间转折上 今天我要针对一些族群跟个股 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 因为涨了14天上来 当然不是每一档股票 它都会创新高 那么当有迹象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会在适时的时间提醒各位 当然我的测表也告诉大家 这一波我们第二波的战役 从中秋节之前的一天起算 到现在为止总共是十五六天的时间 那么就交易日来讲 它也是涨幅经过了一段的时间 已经很多的股票在创新高了 那么我们对于手中的持股 也做了部分的调整 那么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每一波我们在 你看行情跟操作上面 我都一直强调这个重点 我们针对投资朋友手上的资产 我们都会做一个配置 所以当你在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 这是小到百万 大到上亿 通通都是一样 这个叫赢家的不变战略 你要先决定多空方向 再来决定资金比重 最后针对个股跟整个资产部位 做细部的调整 你才能够在一波的行情里面 去扩大战果 所以今天就台股的角度来看 我等一下要分析几件事情 让我去做出这个决定 当然这个决定对或不对 之前我给大家应征过很多遍 我就不再赘述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那么或许很多人现在还在热头上 但是热头归热头 你要去注意的是 如果有些股票它是跌升反弹 我觉得连看都不用看 那个叫浪费时间 来 那么战略跟战术上 我们还是强调 请你维持在此股无档以内 从短线去做到变波段 这个才是操作的精髓 所以我们算股论经济 不断的告诉大家 你如果买的产业 跟你所看好的公司 你没有办法去告诉自己 未来它一到两季的基本面变化 那么我麻烦你 你连出手你都不要出手 看就好 仔细研究清楚 再来出手 接下来即使你看好的公司 它只要出现量价限结构出问题 或者是筹码结构出问题 你都要必须设定所有因应的方案 这是我常跟大家讲的 你看我的节目或许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是 每个人今天只要有股票往上涨 就会拼命的告诉你 我有新的股票布局 你赶快来 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因为一个顶尖的超盘手 是不会随着盘势起舞的 他会在适时的时候告诉你 你该先做好准备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告诉大家说 当台股准备做第一波回撤的时候 第一波回撤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我送过大家一张字卡 这张字卡其实很多人来讲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都很难做到 什么样叫做成功 我当时讲过了 你其实不需要比别人 更高更高的聪明才智 你只需要永远比别人早一步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之前在操作上面 我们说所有的行情 我们都经过模拟 所有的产业我们也都经过模拟 黑板上写的数字叫真理 那么这些真理跟你模拟的行情 到底一不一样 你都要事后回过头来验证 所以大家都记得很清楚 前一波我们在台股 从这样子刷下去 到涨上来这段时间 不断的告诉你 做多做多做多 做多就对了 一直到9月17号18号 我们告诉大家说 我们做第一波的拔档 对不对 做第一波的拔档 然后说我们准备迎接下一步 后面台股它也真的拉回了 不是吗 拉回之后我告诉你 中秋节后开始往上走 目标是这一区 这个叫技术形态 对不对 新主流在哪里 汽车跟升级 今天这两个族群里面的指标股 包含了浩顶 包含了建林 创波段新高 创波段新高 你把这段时间回过头来看 什么叫做主流 领先大盘创新高叫做主流 那反过头来讲 今天会有几档股票 尤其是电子股 今天的节目你要注意听 尤其是电子股 有几档股票是领先大盘 转弱的 那么你就要特别小心 等一下我会提 来 所以我们9月30号 告诉你进行第二波的操作 没有什么大问题 接下来涨了12天 主流要在汽车跟升级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昨天特别提醒你 我说来到第13天 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补量 先来到嘎空点 如果走量缩 它会走电高或者是拉回 那不管是哪一种 这个方向它是一致的 这个方向大概一致的 但是 就今天盘面的结构来看 其实我昨天特别提到 几档指标股 包含大力光 包含宏达电 那么 这两档股票走是 让我觉得 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 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 来 所以今天是10月20号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开始去调整 手中的持股 然后先降低持股比重 所谓的降低持股比重 就是你手上操作的部位 要做一个调整的 不是叫你全部卖光 是告诉你 有些股票你该出 你先出 那么你不要不认输 有些股票是 已经开始转落了 你更要出 更要出 来 那么看一下盘式结构 放到这边 现在的走势 它是走量缩盘间 目前没有改变 那么电子股绝对是关键 今天大力光跟宏达电的走势 让我觉得这个盘式 它不是攻击 你要去留意电子股 拉回的风险 主流股当然是持续的创新高 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来 所以我们过去两天 跟大家谈到说 8916点这个嘎空点 会不会来 我认为会来 但是问题是 它要怎么来 它要怎么来 那么就目前的量能来看 它并没有放大出来 所以我们前一波 再告诉大家说 从日K线 我们认为 你要去注意到的是 60分钟线 对不对 我在10月15号的时候讲过 我说这个叫 此归行情 听误的听误啦 此归行情 所以10月15号我画了这张图卡 对不对 我说这边有3到60分钟线的缺口 3到喔 结果这一波台股 有没有创新高 8670点它有创新高 可是问题是指标没有跟上 量能也没有跟上 所以这个叫一度背离 这个叫一度背离 那么背离化解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整理过后再补量 一种是拉回补缺口之后 再往上走 然后如果这个量能它不出来 我认为回补缺口它是好事 毕竟涨到末端 你没有办法补量 适时的回档 对这个盘是健康的 健康的 因为周线还是多方控盘 所以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其实就台股目前的结构来看 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动作 去调整手中资金的比例降低 是因为某些迹象 让我看了觉得不舒服 不舒服 来我告诉你 我们在之前的见面会里面 我们谈过电子指数 这是我昨天也告诉你的 如果电子指数来到景线附近 它直接过 或者是整理 或者是拉回 必须看它的结构 对不对 那么最好的状况 大概是整理 整理最台股是最好的 可是我今天看到两档股票 我觉得还蛮不舒服的 第一档叫宏达电 第二档叫大力光 那你先把这个东西 对照到这个位置 现在电子指数在景线 对不对 它用轄空股 想要来越过景线 你认为几率大不大 我认为不大 那么你把这个图卡放大 我们在10月16号谈过 宏达电是轄空指标 但是它不是操作的指标 对不对 结果今天宏达电续创新高 可是你知道吗 大力光却破了一个 短波段的低点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台股 现在电子股这方面 是在走轄空 而不是走获利 那 对于一个超板手来讲 极短线OK啦 其实大概一两个礼拜 热热闹闹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你永远不能在那边打筹码战 这是我们的看法 分享给大家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的是 我今天有写几个重点要给你 那么你要特别注意听 来 现在我研判 电子股不是攻击结构 除非它把宏达电再度 它把大力光再度拉上来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不是攻击结构 所以你要小心弱势的电子股 什么叫弱势的电子股 如果你手上有苹果概念股的 因为这几档股票比较大 我分析比较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希望你有这些股票的 你要特别留意 什么叫强势 领先大环创新高 像浩鼎 像康佑 对不对 像建林 这叫强势股 这叫主流股 什么叫弱势股 股票市场里面 股价会领先反映未来 所以当你看到今天大力光破短低点 有些股票你要有警觉性 就来像这一档股票可乘 如果你涨了14天回过头来看 大盘是涨了14天 它却已经开始跌破哪里 8061的低点 329块钱是它的颈限位置 它跌破了 那么这种股票你要保重 你要保重 来 第二档股票是红准 也是一样 跌破8061点的相对低点 表示过去大盘涨14天 它并没有涨 海巴苦 今天最低点来到87块3 这种股票你也要小心 你也要小心 第三档股票是4958的真顶 也是一样 大盘在8061点的位置 它今天正式往下跌破 最低来到89块3毛钱 923跌破了 这种股票你也要保重 那为什么讲这些股票 是因为 我今天之所以会做调整的动作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你会说 需要是不对 你股票又创新高 你到底是有买还是没买 对吧 很多人很关心这两个族群 那么等待下半段节目 我再来告诉你 我们如何去看待 生计跟汽车产业 休息了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式能检测 体式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式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回到现场 那么有几件事情 还是要请大家注意 资产配置上面 资产配置上面 这一波我们给大家的主流股 我相信到今天很多人都 津津乐道 也是朗朗上口 那回到这个最重要的观念 专业不专业 能不能带着你赚钱 一个操盘手要做到这件事情 至少他得告诉你 方向在哪里 你该怎么做 对不对 这最基本的嘛 不是吗 不是每天换新股票 就告诉你 这个股票很强 隔一天两天不涨 他就说我们有新的股票 再来追 天天追新股 你没有办法拉出自己的波段绩效 所以我们强调的事情是资产配置 我就拿资产配置这四个字来讲 台股从中秋节之后涨到今天 是涨了14天 对不对 涨了14天 什么叫资产配置 我假设我身上有300万 如果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有50%的资金 买了电子股 跟我买了主流股 像生计或者是汽车 会发生什么事 你来想一下 来 顶尖的操盘手是在领先告诉你 你该做什么动作 同样是300万 你买五成资金 假设 这一天你也听了我的话 你也认为中秋节之后会涨 然后你去换 换到哪里 换到基本面产业面 从马面向上的股票 好 你来挑跟我来挑 差别在哪里 很多人这一波讲说 哇 iPhone 6s 卖得非常的好 首波预购超乎预期 对不对 所以 它的营收往上 基本面往上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 从这一天开始往上算 算了14天 如果你买可乘 今天是平手 甚至你是赔钱 如果你买的红准 今天你是平手 或者是赔钱 今天你买的真顶 你是平手 或者是赔钱 像没有 徐老师 我是这样子买 我这样子上去 我有赚 好 那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是报上去 又报上来 那就可惜了 对不对 好 来比较 我们的资产杯子 告诉你 配置在哪里 甚至于跟汽车 如果你配置在浩顶 他今天是创波段新高 大牌的万点在这里 浩顶的万点在这里 他不但占回了他自己的万点 还占上了一万一千点 对不对 台股还在八六六三点 好 这是建林 建林的万点在这里 现在的建林在这里 台股现在在这里 他自己回到自己的一万三千点 不是吗 对 徐老师 如果这么厉害 是怎么我要电竹过 没得贪到大钱 是怎么要 生计 要买汽车 我就贪到大钱 那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我之前讲过免费的最贵 你看节目有看节目的心态 我知道 很多人都是在印证 印证在印证 然后自己的手上股票 一看再看 一看再看 老师说这个多方控盘 有机会 那我就等 对你可以等 但是股价不会等你 我相信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很多人现在 真的 我用这段时间的比较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 让你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在资产配置上面 对于电子股 我们几乎很少在谈 非常少 非常少 不是因为电子股不好 电子股没有价差 也有些电子股会涨 但是如果你严格要求自己 我的持股只要五档以内 我的持股只要去买主流股 那么我请问你 你会有多余的力气 去听别人道听途说 然后随便追股票吗 应该没有那个时间 也没有个力气吧 我讲这句话有点重 但是我说中了很多人的心态 我今天手上股票两三天不涨 我就想换了 一波的行情过去 你到底得到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让你印证我们的操作 我在讲升级的时候是八月中 对不对 八月十九号开始 八月二十号 八月二十五号 一路到这边给你大结论 这叫分析 康有坐上去了 不是吗 号顶更不用讲 八月十九号 八月二十五号 第一段三百块钱突破 到三七五八档 第二段拉回三百七 买一天 买两天 上去了 做突破 昨天还在创波段新高点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今天号顶来到哪里 最高点来到四一三 你问我怎么做 我告诉你标准答案 我一张都不卖 以价差来算 从这边你做到这边 是一百五十七块 如果你喜欢算帕数的 从这边加这一段 是六十个percent 来比一下 从八月二十五号到今天 你每天换新股票 每天追 每天换新股票 每天追 每天换新股票 每天再追 你有办法赚到六成吗 有时候不是 我想要去 说投资人怎么样 是操作的习性 你本来就要调整 我每次看到新闻在讲说 最近有什么新题材 我们赶快去发掘 什么样的股票 一泡出来五六档 那是怎么做 我讲得很语重心长 真的 好 再讲我 我看好的汽车族群 好不好 我说中秋节过后 把股票换到 营收跟基本面 往上的股票 对不对 对吧 中秋节过后 我还是告诉你 汽车家生计 这是昨天的建林 公布第三季营收 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什么叫成功比别人早一步就好 8月26号够前面了吧 当时有人说破底 说不定是12345 这个东西不是跟号顶一模一样吗 看得懂的说ABC 看不懂的说12345 那到底谁看得懂 谁看不懂 事后证明我对了嘛 一档股票从破底 我开始做 第一档我把档 第二段月线我拉回买 10月16号 当时在这里 163块钱 重新做第二波布局 上个礼拜五的事情而已 昨天亮灯涨停 因为公布营收 Q3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这边破底 这边准备做回升 那我请问你 来 一段两段做上去 这跟我当时在做号顶 跟我当时在做康友的意思 不是一模一样吗 现在建林这个位置 就等于是刚刚准备突破的康友而已 然后你可以累积两段的价差 你为什么不好好地跟着做就好了 不是吗 有时候讲到这个真的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什么叫价格 什么叫价值 一个超盘手能够带给你多少 你要去想 他所赋予你的价值是多少 然后请再更深入的去想 你该付出多少价格去得到一个最专业的 就好像别人常常说的啊 对啊 怎么可能那个法拉利卖 我们讲卖那种中低阶车子的价格呢 你如果心里面认定它是法拉利 你就不可能出价 然后20万给你买一台 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连轮胎都买不到 所以留给大家做思考 我也希望说我今天的节目是要提醒你 尤其是某些已经转弱了电子骨 真的 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你赶快做动作 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 再来想说要怎么办 那样子我会很麻烦 我也希望不要造成你的困扰 我觉得在股票市场操作就是要快乐 就是要愉悦 所以记住 我们最后再提醒一次 由于公司经营上面的考量 我真的很不愿意 但是我必须这样子 跟公司争取 跟公司争取 这件事情我往后压 但是注意哦 浩鼎今天再创新高 如果浩鼎我的第二阶段达正了 那么这个方案 就会立马调涨 你认为我有多少价值 你就去考量我相对的价格 留给大家做参考 出费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就会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刁 转发 打赏刁 转发 打赏券战